大家好,我是于小安 我现在在万州到重庆的高铁上 我这一次先去的地方是上海 我得先坐高铁从万州到重庆 然后从重庆的江北机场出发 飞到上海的虹桥机场 其实万州是有机场可以直飞上海 但我对比了一下就是票价的价格 还是先到江北机场去 从江北机场出发 这个票价比较便宜 我还没有从万州机场这边直接飞过 一般都是先到重庆的江北机场 从江北机场出发 现在万州到重庆开通高铁 就非常快 一般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给大家看一下对面的风景 远处的山和近处的一个房屋 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再加上这一个高速公路 这种高低错落的感觉 看起来非常漂亮 就我每次坐高铁的时候 我都会特意提前在网上选座 一般都会选靠在窗户的位置 就能够看到窗外的风景 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沿途基本上都是大山 还有隧道特别多 所以其实修这个高铁非常不容易 特别是这种大山 整体的一个费用耗资都非常大 就现在从万州到重庆也特别方便了 可以到重庆北站 也可以到重庆西站 我沉住的这一趟是到重庆北站的 它的终点站是成都东站 如果要去成都 也非常的方便 感受一下 这一个高铁的速度 非常的快 就我们这边的山 它是这种 严绵不绝的山 我之前去桂林那边 那边的山就是 就一座一座的 感觉是拔地而起的那种 非常陡峭的山 就桂林那边主要是 卡斯特地貌和丹霞地貌 所以那边的山都很陡峭 我们这边的山 相对来说比较平缓 虽然都是山 但却是不一样的感觉 哇你看 远处这种低矮的房屋 藏着这一个大山脚下 周围还有树木环绕 包括还有蜿蜒曲折的小路 现在应该是公路了 公路都已经 基本上是家家户户 都已经通了 就坐在窗户旁边 就看看风景 感觉还是非常棒啊 这种感觉 从万州北到重庆北站 经过的话就三个站 先是到梁平的南站 然后就是电江站 下一站就是重庆北站了 已经到电江站了 这个站到了之后 马上下一个站 就是重庆北站了 现在已经到电江了 还有差不多40分钟左右 就到重庆北站 到了重庆北站之后 我就直接乘轻轨 到江北机场的T3行站了 过去之后 再给大家拍一拍 重庆的江北机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